端午节 各宫以兰草汤沐浴 这五毒香囊里 装有雄黄 艾叶 和各色香药 可以驱崇辟邪 你们配在身上 也算是本宫的一点心意 多谢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五毒饼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拿上来 大家一起尝个新鲜 是 张仪泰 你拿一份五毒饼 送去养心殿 皇上再处理 广东征梁击毙 就不会来这儿了 喳 皇上 婴儿 宫秦竹用五毒饼 宫秦竹用五毒饼 这是什么规矩 咱们却不知道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奴才嘛 生来就是伺候人的 贤妃 你说是不是 家妃娘娘 宫女们 都是八旗出身 皇上一向宽厚待下 若是被她知道了 可不好 婴儿 你跟大家说说 到底是本宫逼你的 还是你自愿的呀 婴儿是奴婢 生来就是伺候主子的 你这张樱桃口 打起话来倒是挺利落的 我记得这丫头是花房里的 名字叫魏燕婉 怎么到了妹妹这儿 连名字都改了 我不过是 喜欢她樱桃红一样的纯色 才随便起的名字叫婴儿罢了 可不是因为姐姐曾经的闺名 叫做青婴儿 既然这丫头的名字 既然这丫头的名字 跟我有几分缘分 不如跟妹妹求个人情 让她跟了我去 可好 那可不行 且不说妹妹 算是离不开这个丫头 便是给了姐姐 若是皇上去了益昆宫 看花了眼 拉错了人 那可如何是好啊 行了 不过是个宫女罢了 贤妃若是喜欢 本宫让内务府 再挑个好的给你 何必夺碍于家妃呢 是 刚才看着家妃这么欺负燕婉 心里还挺不好受 姐姐 我劝你一句 别想着去救个燕婉 一来你看 刚才你一开口 家妃毕家不肯放你 倒不如等她腻了 便撒手了 二来 我亲眼见过她勾搭皇上 实在不像是一个安妇门人 她勾搭皇上 嗯 怪不得她要断了个 林医处的青梅竹马之情 后来去了花房 才会先主意的 我只知道她贪腐龙啊 却不知道 连青梅竹马都可以背起 姐姐 这样薄青寡义的人 咱们别打理她吧 小心你去告诉人车 让她心心叮成自己的 是 别老傻为严的 太后 太后 太后大喜 不愿意 纯主平安生下了六阿哥 皇上赐名永荣 也难怪皇上高兴 纯妃多子 福泽深厚 多子多福 有 当年把淳妃刺入前底 就是看她的身段好生养 还是先帝和皇额娘会演施 皇后啊 你也去中翠宫看看吧 好好嘉许淳妃 是 是 皇后娘娘万安 传妃呢 回皇后娘娘 皇上在里头陪着我们主呢 皇上 本宫去瞧瞧 不必同传了 喳 您看她的眉眼 长得多像您啊 是啊 眉眼像朕 不过这面庞生得像你 好啊 一看这端正方圆的 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好好养着 朕会常来看她 臣妾谢过皇上 臣妾一定会为皇上 养好永章和永荣的 好 皇上您看她笑了 娘娘 都已经到了中翠宫 怎么不进去看看淳妃母子 本宫看着皇上 陪淳妃的样子 就好像回到本宫生影帘的时候 他们才是真正的 一架子天伦之乐 本宫走进去 只会觉得突兀 话不是这么说 淳妃就是有再多的阿哥 那也是数字 您有什么可羡慕的 娘娘 您的做胎药 苦得很 娘娘未增药效 按着药方添加了足足一倍的药量 味道 是苦些 这是长白山最好的人生 夫人特意寻来的 上回送来的 阿娇和鹿蓉 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皇上常来 可本宫就是没有动静 本宫也是担心 本宫也是担心自己年过三十 不亦有孕 所以 才加大了药量 还是淳妃有福气 一下子就又有了阿哥 娘娘别急 这些年咱们这么补着 一定会有动静的 可是都这么久了 怎么能不急呢 永皇已成婚 这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生下皇长孙 可本宫的蹄子还没出生 额娘每次进宫都催 本宫也是心急如焚啊 长子年长 幸好不得宠 取得福尽 也是小门小户的 永皇曾养在贤妃膝下 被他怂恿争宠 才有了夺嫡之心 永皇的生母难产而亡 当年倒是没有什么流言 可这些年 渐渐却有了一些揣测 以为是本宫容不下他 这话要是传到永皇耳朵里 他会不会信以为真 永皇要是成了太子 本宫怎么能安心 就是因为大阿哥长大了 还有那野心之人 借着哲妃之宫做文章 想要争太子之位 奴婢真是替您不平 明明没影的事 怎么都赖上咱呢 哲妃圣女难产 亦是两命 还让人移了 是本宫做的 娘娘 娘娘 您要避险了 坏山太医 赵姨太 快传太医去 赵 娘娘 您没事吧 这药量足足加了一倍啊 是皇后娘娘吩咐的 娘娘 您这是 太心急了 齐太医 本宫的身体到底如何呀 娘娘奉体本无大碍 微臣给您开了坐胎催运的药 那都是最适合您体制的 您可不能加倍服用 您是否 私下又服用了大量温热的补品呀 娘娘是心急了一些 大量地服用了 婀胎 人参和陆荣 这都是大补的好东西呀 那会使得其反的 娘娘您一心求子 微臣给您开了坐胎催运的补药 那都是最适合娘娘体制的 您若是韧性进补 会导致气血上扬体热流血 要是伤了元气吐血 那就再难不咎了 齐太医 您说句实话 本宫已经年过三十 到底还能不能有孩子了 娘娘 年龄不是最主要的 这一点您大可放宽心 您就记住一点 有私才是最上身的 只要您放宽心调养 那怎么能没有身孕呢 一定会有的 那本宫就托付给太医您了 是 你们先都退下吧 是 齐太医 近来贵妃如何呀 皇上 这种不让太医取一致 但是微臣值得贵妃的兵性 熬了这两年了 怕是熬不过今年冬天了 我SI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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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那个汤婆子拿来 是 皇上还没来看我吗 皇上正务繁忙 得空会来瞧您的 皇上你把我给忘了 不会的 主儿 这药已经热了好几回了 您趁热喝吧 身子养好了 您才能好好伺候皇上啊 我活不了了 我现在跟个活死人有什么区别 主儿 您别这样 奴婢陪着您 您 没事的 皇上 高宾夫妇要送了东西给贵妃娘娘 还问起贵妃娘娘的身体 奴婢回了 说贵妃娘娘莫病数年 皇上一直堪顾 好 下去吧 是 兄弟 你这都高升了 还来冷宫看我 真够义气啊 行了 兄弟一场少跟我喝酒 来 来 来 喝点 怎么了 丑眉苦脸的 还不是因为厌板吗 他这里起阳宫之后 连个面也见不着 上个月偶尔见一次 我刚问了一句 他就哭了 说他在那儿吃不饱 穿不暖 每天又是被打又是被骂的 说谁弄他欺负他 看着我心里边真是 你看着心里心疼了是吧 那你怎么不去求对人贤妃娘娘 好歹他在冷宫的时候 咱们还帮衬过他 你别提贤妃娘娘了 这贤妃娘娘为了帮燕婉 还被家妃娘娘排选了一场 这无端收入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你瞧瞧 就连贤妃娘娘都没办法 那你能怎么着啊 兄弟啊 我劝你啊 就断了这心思吧 反正这燕婉对你也起过二心 实在帮不了就算了 我也想过了 既然现在燕婉是回心转意了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好好待她 启强公呢 确实也受了苦了 那怎么办呢 甭再说 你就忍着点 我再想想办法呗 只能这样 行吧 那兄弟我就祝你心愿得偿 不过你自己得小心啊 别老吃亏在女人手里 我哪有吃亏在女人手里了 真是 来来来喝酒 来 干 这贤妇宫真是晦气 有几个小宫女都得了戒状 还有那个星玄都为这病死了 星玄可是贵妃的为家 对呀 还不是死了都没人理 草戏一国都送出去了 得了戒状的 用过的东西都是不甘心的 把那些宫女儿住过的屋子 都锁起来 里面的物件 谁也不许动 都弄完了吗 东西都弄出去了 赶紧的 锁门 走嘞 怎么救你一个人啊 星玄呢 星玄染了戒疮已经死了 其他的宫女也挪出去了 怕把病气过给住 星玄死了 星玄也死了 那天若是我死在这里 也没人知道 莫星 你想办法递消息出去 我要见皇上 是 奴婢这就去 贵妃真的到这种地步了 病入膏肓 心血耗尽 这些年让她静养 她还有什么好费心的 贵妃本是胎里带来的弱症 又过于争强好胜 哪怕是细心调治总是不能见效 这几年又添上了京剧之症 便是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的 她是自己不爱惜自己啊 皇上 恕臣直言 贵妃她是就这一两日了 知道了 微臣告退了 我被你们算计进了冷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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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出来了 你如今这个样子 你知道是为何吗 除了你算计我 还能有谁 皇上让其主给你医病 你的身子却是越来越差 这是我能算计的吗 你想说什么 你现在喝的药里边 比齐乳给你开的方子 多加了几位药 多加了这几位药呢 从症状上看也是有所缓解 但其实是伤了你的元气的 这几位药呢 岂有为何要害我 还是谁指使她这么做的 是皇上 太后 这件事呢 我只能知道这么多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 或许你更没有想到 你想说便说吧 不过来 妈那镯子给我 要镯子做什么 你我侍奉皇上多年 一直未有子嗣 全拜这个镯子所赐 这镯子里边 藏着商人血气 让女子不孕的淋淋香 呃 零零香 哪儿有什么零零香 嗯 你竟然知道 为何还一样待着 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 有一次摔坏了镯子 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 才知道了关桥 我现在戴的镯子 自然是剔除了玲玲香的 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 也不知是不是让她伤了根本 她为何要这般害我 你对皇后忠心耿耿 她却是把你当作一个可利用之人 而我至于她呢 从前邸选福建的时候 就落下了心病 忌惮之外也需要防备 她送你我这个镯子 就已经拿定主意 不让咱们生养了 怪不得 我们一晚一晚地做她药喝下去 也无谨事 她为何要这般对我 我对她忠心恳恳 按前马后 从不甘硬而行 她说什么我都听 是不是让她手都坐在她前头 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她为什么要断了我天南天下 为什么 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 是不是就想知道我们对你做了什么 这背后可少不了皇后的支持 今日我便说给你听 你要真想说 便说给最该知道的人听吧 等等 你等一等 如意 本宫求求你 让我见皇上一面 让我见皇上一面 如意 如意我求求你 让我见皇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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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主 如意 如意 我必扶您起来 让我见皇上一面 主 如意 如意 让我见皇上一面 如意 我要见皇上 如意 我哆隆 你现在都一面 afin'd your На 皇上想什么呢 想起夕月刚入前提 娇羞可爱 皇上去看看她吧 朕不去 你也来劝朕 刚才高斌还上述禁言 说牵挂贵妃 贵妃呢 怕是不行了 一旦离世 如果高斌问起 贵妃临死前的状况 皇上 还得有话可说才行 皇上也一向顾及贵妃的颜面 并未对外张扬 她所做下的恶行 如今她想见皇上一面 皇上就成全她吧 孙主 我 好 皇上来传旨 皇上一定会来的 楚儿 皇上来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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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给皇上请安 还病着 就别老母了 起来吧 皇上也坐吧 莫歇你先下去吧 我跟皇上单独待一会儿 是 皇上 自迎春家宴以来 我们已有三年十个月未见面了 臣妾容色衰败 自知以此面目求见时乃不尽 可臣妾知道 自己命不久矣 还是想见皇上最后一面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还这么费心打扮 这一身 是臣妾封贵妃时的装扮 臣妾穿着它 便想起皇上往昔对臣妾的爱护 臣妾想穿着它跟皇上说说话 臣倒是有些话 想先对你说 子侍夫为孝 妾妾尊负则为顺 臣进军为功 奴才奉主为终 你扪心自问 这些你都做到了吗 功顺忠孝 你在朕的背后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皇上真去看贵妃了 据说贵妃已是弥留之计 为着人情 皇上去看她一眼 也是应该的 那贵妃会不会乱说话 不会吧 她若敢攀扯娘娘 就是攀扯她自己 高氏一门的荣华 难道她不要了 就算她要乱咬 皇上 也断不会相信她这些风话的 臣妾自知罪孽深重 臣妾自知罪孽深重 并不敢祈求皇上原谅 有些话 本打算致死不厌 如今却不得不说 只要你说的是实情 朕 不会因为你的言行 而牵连你的母族 我会探测您心意 皇后将怜心嫁与王亲 嫁与笼 阿若也是得了皇后的照拂 才敢出卖贤妃 端毁太子婚后 皇后认为是贤妃诅咒 便满心怨恨 臣妾未顺皇后心意 命双喜将毒蛇 放入冷宫谋害贤妃 重阳佳节 皇后又指使臣妾 少死贤妃 是贤妃得风湿之类小额 固然有家妃收起药理 但事情 是皇后让臣妾做的 就这些了 皇上可还记得这个翡翠珠珠珠啊 这是你和贤妃 嫁入前邸时 皇后亲手赠的 怎么会断了 这么好的东西 皇后自己不带 却赏赐给了臣妾和贤妃 臣妾真是感恩戴德 可没想到 她在这里面藏了这么好的灵灵香 长久佩戴临灵香 便难以承运 凭借和贤妃一代就是十数年 连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都不知道 皇后出身险赫 她怎么会懂得这种下作手段 她也不懂药理啊 皇上 一个人想作恶 没有什么是懂不得学误会的 贵妃 皇后是中宫之主 你可知污蔑皇后是什么罪名 臣妾知道 在您心中 皇后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皇后 您是不是害怕 还怕她就是让您真正失望的那个人 皇后是否让朕失望 还是良说 倒是你 是真让朕失望了 臣妾虽然罪不可受 可臣妾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日 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您的半分缘由吗 这一步 有一句话 臣妾今天一定得问清楚 否则到了地底下 也不能瞑目 一位 臣妾受其太义招负 可为何越吃越冰 气蓄血欲加重 以致元气大伤 便是没有那林林香 也难有身孕 朕元知道 你生来 有气蓄血瘀之症 才让其辱为你细心调养 连你的子嗣也不强求 却没想到 你今日这么问朕 是皇上不强求 还是根本不想要跟臣妾的孩子 当年在前帝选夫妻 三个人里您唯独没选臣妾 若不是先帝跟太后 您也不会选臣妾当哥哥的 后来您宠了臣妾很多年 又让其辱来为臣妾调理身子 臣妾以为您是真心喜欢臣妾的 可臣妾错了 方才你也说了 朕宠了你很多年 朕既然宠你 又为何要对你下手呢 皇上所言可真啊 皇上所言可真啊 真 什么是真 夕月 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的模样吗 朕还记得 初见你时 你是何等的娇柔 但如今 你如何会变成连皇嗣都敢谋害的毒妇了 罢了 你身子不好 你身子不好 别该歇息了 一旦哪天你走了 朕会赐你个嗜好 给你一个好的结果 也不枉 你服侍朕这么多年 皇上 皇上连臣妾的誓傲都想好了 那就容臣妾自己说一句吧 臣妾这一辈子如痴梦一场 后悔也来不及了 只盼下辈子 恰得寻常人家 相夫教子 也做一回贤德良善之人 这是你最后的请求 朕不会不答应 朕便赐你 贤字 作为嗜好 也作为你下辈子的期许吧 皇上 虽然您不承认用切入算起了臣妾 可除了您 还有谁呢 就让臣妾也算计您一回吧 如果是您 老天会受了您去 如果不是 您就病痛一场 受点苦楚 当臣妾对不住您吧 朱儿 奴婢扶您起来 朱儿 莫馨 去把皇上刚刚做的垫子上 快去 奴婢这就去 朱儿 不必烧干净 那染了戒虫的脏东西 留不得 什么痕迹都不要留下 奴婢记住了 来 朱儿 朱儿 来人哪 快来人 这儿 咱们这是去 去奴婢宫吧 这儿 朱儿 皇上来了 臣妾给皇上请安 进来吧 皇上这么晚还过来 你这让人心静 真想来你这坐坐 皇上坐吧 如意啊 来 你这朱主啊 样式旧了 以后被再带了 明天正让内务府的人 送个最好的翡翠桌来 再教太医送些好的补品 让你补补身子 好 李渔 拿去扔了 是啊 谢皇上 皇上坐吧 皇上去见过贵妃了 他对朕说了很多话 嗯 如意 你会算计人吗 臣妾不知道皇上说的算计 指的是什么 若有人陷害臣妾 欺负臣妾 臣妾自不会坐以待毙 也会自保 若皇上说的算计 是这个 那臣妾是会的 那你会算计朕吗 那你会算计朕吗 臣妾愿与皇上 永不相亲 来